房东群和房东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融街地产的Vicky 首先要感谢房东群和房东网给我这次机会 在这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在420新政之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 那么我今天会同时带来一些图表 跟大家展示整个房地产的一些大概的走势情况 首先我会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 在4月20号新政之后出现的一些有趣现象 那么从我提供的这个PPT上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个呢从整个成交量上来讲 那么在新政之后成交量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调的 那么这个尤其是体现在house market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低层物业 也就是独立屋半独立和连排证物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从价格上来看 价格也和去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幅度的下调 那么整个下调的幅度差不多在10%到20%左右 那么这个也主要体现在house market 那么我们观察了一下 house基本上它的价格回落到了去年的同期水平 而这个跌幅跟2008年进入危机时候的跌幅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不同点在于今年在下降之前整个的房价的基点 那有所不同的是房价的基数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第三条呢是由于在4月20号新政发布之后 增收了对海外买家的海外买家税 那么这也使得很多海外买家的数量开始减少 尤其比较明显的是体现在留学生市场上 很多留学生开始改变策略 由买而转为了租 这也是导致了今年的租房市场异常火爆 而整个租金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在整个二手房市场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新楼花市场 那么新楼花是分成两类 一个呢是房花 一个是楼花 房花主要是指的独立屋 还有半独立以及连排正屋等等 那么楼花是指高层的condominiu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房花市场是相对比较冷淡一些 那么有一些开发商呢 之前是不跟地产经济合作的 但他们现在也需要得到地产经济的帮助 帮他们去销售这些房花 那跟它相不同的是 高层的condominium的楼花 那么楼花市场是依然保持非常稳定 很多楼盘的销售依然是很火爆的 那么跟楼花和房花相关联的是 楼花转让 那我们看到在楼花转让里面主要是 房花的转让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当一些买家之前因为买在高点 如果他发现房价下跌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之前所付的定金的数量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以低于他们当时购买价格的 这样的新价格来做房花的转让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确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 楼花转让的一些亏本的deal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的确是有一些市场风险的存在的 但是每一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同的 虽然从大幅度上来讲整个house的价格是下跌的 但是每一个区域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有些区域是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的 有一些区域的下降比例比较大 那么在这边呢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调查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所采样的数据是用2017年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来进行比较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注了在这个区域房价的一个变化 那么红色标注的是在这些区域它的房价是没有下跌 反而是上涨的 橘红色的区域是房价有下跌 但下跌的比例在3%以内 蓝色的区域是房价下跌的比例超过了3%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社区 比如说C04 C12 C15等等 这些区域是房价相对比较坚挺的 所以他们的价格是有微 所以他们的价格实际还有上升 那么我想这个跟这些区域的人口的构成 他们的家庭背景 他们的就业情况等等很多因素是相关联的 那么在这张图表上 我们所展示的是在都汉这个社区 今年1到8月的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边我们有两根线 那么红色的这根线是月库存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1月份的392套 392这个数据是指的是 1月份在都汉这个社区 在MLS上面挂盘出售的房屋的数量是392套 那么蓝色这一根是每日的成交量 那么举个例子来看 1月份的19套 那么这个是指的是在1月份 都汉这个社区每一天成交19套房屋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每一年在1月和2月的时候 它整个的库存量和它整个的成交量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之后的话呢 它慢慢这个数据就开始增长 那么可以看到在今年新正之前 那么它整个的成交量和库存量都是增长比较快的 那么在新正之后 我们看到成交量开始下降 库存量开始往上增加 就是因为成交整个减少了 那么到7、8月份之后 它相对是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York Region 那么同样呢 大的走势区别不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1到4月份的时候 它的增长 它的每日成交量的增长 和它库存量的增长是相对比较陡的 那么在新正之后 下降的幅度也比较大 那我想这可能是根据在这个区域 海外买家的数量相对比较多 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伦多的这个区域 多伦多这个区域我们看到 那么它涨的时候呢 是相对比较平稳 降的时候也相对比较平稳 这就跟我们刚才分析的 在整个多伦多的区域里面 它比较抗跌的小社区的数量相对比较多 那么看完了刚才的数据分析 我们刚才所讲的全部都是指的是 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么之后呢 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 在2018年整个房地产市场会怎么样走 我们会从几个因素来看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会从整个经济的增长 那么预计在2017年加拿大的GDP增长 大约在3%左右 那么这个数据是2016年的两倍 也是过去6年以来增长最强劲的一年 同时也是7个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 但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期的失业率 同期的失业率是9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那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又是7年以来最高的时候 那么所以我们也从央行的业务展望调查报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业主他们的信心是比较强的 他们已经经历了销售额的一个增长 同时也有一个预期的销售额的进一步增长 所以他们的一些招聘计划和包括这些企业当中的就业人数 都是和这些信心指数相挂钩的 所以我们预计在2018年加拿大的经济会进入到一个经济复苏的阶段 而经济复苏本身对房地产市场就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人口来看 那么我们都知道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移民和留学生涌入到加拿大 而由于多伦多比较特殊的教育资源就业环境 所以他会吸收很多的国内和国外的金融服务和科技类的人才涌入多伦多 只要他有一个人口流动 只要他有人口流动 那么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就会有一个需求 只要这个基本点不变 我们认为现在这种状况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从贷款利率来看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在2017年加拿大也进入到了一个加息的轨道 从短期来看利息的上涨以及贷款政策的收紧 的确会影响很多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的欲望 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会从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 那么央行也表示加息和整个贷款政策的收紧 它其实是为了减少短期之类通货膨胀的剧烈增加 以及对经济环境的一个长期的调控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在2008年进入危机之后 整个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在今年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 但是利息的绝对数值在历史上依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点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过去三年 每年平均房价上涨10% 那么在未来两年如果房价继续维持这个水平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五年当中 整个房价的上涨比例差不多在60% 大家可能会看到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bubble 有可能它会爆破 那如果它进入一个调整期 如果在未来两年房价不再上涨而进入一个调整期 那么综合看来的话 在这五年当中每一年房价上涨的比例在6%左右 那这我们看来是相对比较良心的一个增长 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整个利息的一个上涨和贷款政策的收紧 它不但没有对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起到一个破坏作用 反而是能够控制它 或者促使它进入一个长期的良性发展的阶段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并不认为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崩盘的现象 现在的状况只是进入一个短期的调整期 可能这个调整期还要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但从长远来看 它整个的发展还是会属于一个平稳上涨的一个过程 好那今天呢 这就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新政之后 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和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那么也希望呢 将来能够和房东网和房东群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给大家提供各类服务 谢谢 谢谢